爱心觉罗宰涛堪称是一位非常传奇的历史人物 三岁时就当上了将军 他是溥仪的亲叔叔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清朝的末代皇叔 宰涛曾经站出来指责溥仪 怎么能当上一个傀儡皇帝 宰涛看劝不动溥仪就眼不见为敬 自己带着家人艰难的维持生活 每天在得胜门外的鬼市摆地摊维持家用 外国人多次派人说服 被拒绝后不服 在他摆地摊的地方 专门针对他让他做不成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 宰涛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正局顾问 实人称他是毕马温 他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如此多的职务 意味着他享受正部级待遇